欢迎来到美厅 处事最好的方式是不拖,话不多,人不做 每个人都不可能活成一座孤岛 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 我们就都免不了和人打交道,和事打交道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幅对联 世事动名皆学问,人情恋达及文章 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 懂些人情世故才能护得自己一生周全 才能让自己的路走得更顺遂 所以,如何为人处事 也就成了所有人都渴望知道的答案之一 但其实,这个答案也很简单 不过九字而已,是不拖,话不多,人不做 短短九字,道尽人生大智慧 当你参透了其中奥秘 也就能在这个人情社会混个风生水起了 一,是不拖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现代人处事都有一个很相似的病症 拖延症 事情一拖再拖,时间一走再走 也许此时的拖延,与你而言并无大碍 但长久的拖延,只会让你堕入深渊 就像那句明言所说的,拖延等于死亡 事情都是越积越多的 而你处理事情,只能一件件处理 当你的拖延,导致所需解决的事情积累到了质变 那你所受到的伤害,就不仅仅只是身体的劳累了 之前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只青蛙在路边晒太阳 田里的青蛙对他说 快回到田里来吧 路上车来车往的,多危险啊 路边的青蛙晒得正舒服 便说,急什么,过一会回去也不迟 到了晚上,这只青蛙还没有回来 田里的青蛙跑到路边一看 才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被车闸死了 这只青蛙身上有着我们太多人的影子 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叫凡事都早十分钟 简单地说,就是将任何事的处理时间都提前十分钟 这样你就有了充足的时间来面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 也就完美地避开了拖延 拖延,其实就是懒惰的代名词 刚开始人人都是想着 我晚起一会,我少做一点 我就这一次不完成,明天我就会都补上 但长久以往,你就会发现事实越拖越不想做 所有一拖再拖的想法,渐渐地就磨进了人的锐气 磨光了人的斗志,让人一再退却 失去了与人竞争的勇气,积极向上的动力 人人都渴望自由,但真正的自由只能靠着自律获得 当你管理好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拖延也就不再会是你的困扰了 二,话不多 语言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能成人,也能毁人 人活一世,一撇一纳,顶天立地 你说出口的每一句话,都将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说话要说在点子上才有意义 而话太多,难免或从口出,伤人伤己 好好说话,学会换位思考 这不仅是一种修养,更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三国演义中记载了这个故事 有一年,那时两军对峙 曹军的粮草也将要耗光 曹操心想进军,可战局糜烂,不好收场 可若贸然收兵,又恐遭人耻笑 心中犹豫不决 有天夜里,部将请示口令 曹操不知怎的,就说,鸡肋 杨修听闻后,便告诉随行军事 各自收拾,准备归城 部将们纷纷问起,杨修回答说 鸡肋,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丞相这是要班师回朝啊 曹操得知以后,大发雷霆 也不容杨修辩解,直接看守示众 正如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说 一个人必须知道该说什么 一个人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说 一个人必须知道对谁说 一个人必须知道怎么说 少话是因为在思考 说到少便会想得多 而人生恰恰是需要思考 不多言,不是不会说,更不是不敢说 而是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该在什么时间说,在什么场合说 这便是智慧 所以,如何说话也是一门艺术 而一个真正智慧的人 能把握好说话的度 不说无用之言,不说伤人之话 时刻给自己留一线 散,人不做 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只有一个字 度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 其实这个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分寸 《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 吃而迎之不如其矣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墨之能守 富贵而交,自以其就 功随身退,天之道 做人不卑不亢,有度有量 外援内方,做事进退有度 既懂得成事而上,也善于急流勇退 交往不亲不疏,不冷不热 懂得礼让,如此才是为人的最高境界 《红楼梦》里 清文本是一红院的大丫鬟 深得宝玉宠爱 可惜做事不知进退,人性妄为 最终落得被赶出贾府的下场 有一次,宝玉房里的小丫鬟 这儿偷了凤姐丫鬟瓶的镯子 被清文知道了 气得清文峨眉倒促 凤眼圆睁,马上就把这儿叫来问责 同时丫鬟出身的瓶 想到这儿家里可怜 本想稀释宁人 不料,清文非但没有大事话小 还将这儿又打又骂 任凭宝玉怎么劝阻 清文也只荡耳旁风 我行我素 最后,净善作主张将这儿 赶出了贾府 从那以后 清文的人生就一路走下坡路 不久就被赶出了贾府 高僧之道临有句话 各安其分 各尽其性 分寸感的本质 就是知道自己的定位 守好自己的本位 不语举 不越轨 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 无论关系多么亲密 相处都要留有分寸 不要越过界限 处是分轻重 为人之进退 这是一个人的能力 更是一个人的教养 古语有云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无论是做什么事 修身都排第一位 毕竟只有人心修炼好了 事情才有可能顺 人生的这条路 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 我们可以拐弯 可以更改 可以退 而这一切都取决于 你在行事时的选择 不把事做绝 不把话说满 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 才能在深陷迷雾之中时 等到柳暗花明的一刻 愿我们都能做个智者 获达有通透 知识故而不识故 立元华而迷天真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